丁香呢是个调味品 同时也有很高的药用价值 有很多的健康益处 但即便是好东西也不能够过量 对丁香来说呢也是如此 丁香呢也不是对所有的人都适合 所以我们今天来讲讲丁香应该怎么吃 有什么要注意的点 丁香吃多少呢 每天吃两到四粒完整的丁香呢是安全的 而且呢是有健康功效的 你可以干嚼也可以泡茶 如果你用的是丁香的粉 每天半茶匙到一茶匙是合理的量 如果你用的是丁香油 使用之前呢必须用橄榄油或者是椰子油 把它稀释开 丁香或过量的丁香 丁香油呢是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副作用的 首先呢是皮肤过敏的问题 有些人会对丁香 主要是丁香油过敏 在局部使用了丁香油之后呢 可能会出现皮肤发红 骚痒 汽水泡的症状 所以如果你本身皮肤敏感或者是过敏体质 那使用丁香或者丁香内产面前呢 一定要先做皮肤过敏测试 除了过敏 丁香油呢可能还会对你的口腔造成刺激 丁香油呢是口腔科的一个常用药物 但是如果使用过量 丁香里边的丁香酚呢会对口腔产生麻木的作用 你嘴巴内部的感觉呢就不是那么敏感了 这是因为丁香酚呢是一个天然的止痛剂 它有很强的镇静作用 因此在使用丁香油的时候呢 要小心一点不要过量 另外如果吃了喝了过多的丁香 或者使用了过量的丁香油呢 可能会导致呼吸困难 四肢无力 有些人呢甚至会出现喉咙发紧 窒息的严重症状 因此内服丁香或者丁香类产品的时候呢 注意不要过量 我强调一下在使用丁香的时候呢 一要做皮饰 二注意不要过量 还有一些特殊的人群呢 不建议使用丁香 或者使用的时候呢要非常小心 首先怀孕的女性呢 是不建议使用浓缩的丁香类产品 或者是丁香补充剂的 平时你堆肉的时候放几粒丁香呢 是安全的 但怀孕期间呢应该避免高剂量的丁香 至于丁香的补充剂呢 即便是低剂量 也有可能刺激子宫收缩 从而导致早产 所以孕妇呢 不要使用丁香油或者丁香的补充剂 尽量减少和子宫收缩相关的风险 避免早产 哺乳器的妈妈呢 也不建议使用丁香的补充剂或者是产品 因为对小婴儿来说呢 可能是不安全的 其次对小孩子来说 口服丁香油呢也是不安全的 即便是少量的丁香油呢 也会引起严重的副作用 比如癫痫发作 肝损伤和体液失衡 因此呢 也不建议给小孩子 使用浓缩的丁香类产品 第三有胃灼热或者是胃酸反流的人 吃丁香呢 会让这些问题恶化 所以最好避免吃丁香 第四有糖尿病的人 丁香呢 有助于控制血糖水平 可以帮助糖尿病患者呢 控制血糖 但问题是过量食用呢 可能会让血糖降得太低 导致低血糖 特别是已经在使用浆糖药的人呢 最好就不要使用丁香了 避免发生低血糖 第五有肝脏疾病的人 过量食用丁香呢 可能会对已经受损的肝脏 造成额外的压力 因此呢 也不建议有肝脏问题的人 使用丁香 第六有凝血功能障碍 有出血性疾病的人 也不建议使用丁香油 之类浓缩的丁香类产品 因为丁香油里边含有丁香酚 可能会减缓血液凝固 所以本身凝血功能有问题的人 服用丁香油之类的产品呢 可能会导致出血 第七 近期要做手术的人 因为丁香酚呢 有抗凝血的作用 可能会造成在手术期间 或者手术后出血 因此在手术前 至少两周呢 应该停止使用丁香 或者丁香类的产品 手术后 伤口没有完全愈合前呢 也不应该使用浓缩的丁香产品 丁香 特别是丁香油呢 会和某些特定的药物相互作用 对身体产生负面影响 这些药物呢 包括止痛药 血液吸食剂 帮助血液凝固的药物 丁香里的丁香 分的会和这些药物相互作用 可能会产生身体麻木 出血的问题 因此如果你正在服用 这些药物中的任何一种 你要避免同时使用丁香 以上就是丁香应该怎么用 有哪些副作用 禁忌症 在使用丁香前呢 先了解这些知识 把可能的副作用呢 降到最低 如果你觉得这些内容 对你有帮助 请点赞留言还有订阅 OK这期节目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